从9月24日一直到战斗市月1日凌晨,精彩分成的恒代2018世界斯洛克中国锦标赛完美落幕,世界排名第一的马赫赛而比,在军赛中历经8个多项时的敖战已是比9立刻世界排名,第4的约翰希金斯夺得冠军,独享15万英镑冠军奖金,开底是锦赛决赛的巅峰对决, 也为中国球迷送上了一半节日大礼,中国台协副主席甘连同,广东盛体育局副局长许建平,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张建华,广州市体育总会副主席张静松,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主席福泽胜,世界斯诺克有限公司,商务总监埋尔茨基德斯,恒大集团副总裁兼恒大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史俊平, 恒大集团品牌中心总经与杨超出席了颁奖仪式,斯诺克加年华城新星最佳舞台,恒大2018中锦赛,节目月正逢中秋加节,中秋职业丁俊辉, 西杰斯等著名球星的赛事首战球票提前多月就受庆,办决赛期间,中国新生代小将与世界顶级职业大碗,本年美精彩献计令中锦赛一票难求, 决赛出现了难得一间的斯诺克巨星跨山论检,让广州江河体育馆现场爆棚,央视体育频道全媒体平台,广东电视台体育频道,巨星在线,欧洲体育一台,两台等赛事直播, 该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二百多家主流媒体记者现场见证,恒大2018中锦赛,成为一场万众瞩目的斯诺克扎年华, 袁思俊吕浩天赵新同本届中锦赛,中国斯诺克新生代球员表现如有神助,3095后小将吕浩天,袁思俊,赵新同成功晋级八场,军刷新俄个人职业排名赛最佳战技, 赵新同和吕浩天随后又删入四强,中国球员首次占据中锦赛四强半壁江山,恒大2018斯诺克中锦赛为中国新生代全面接班,挑战世界台谈救势力,提供了一个绝佳舞台,无愧这家新工厂美丽,袁思俊和赵新同,赛后军为中锦赛点赞,恒大中锦赛为年轻球员,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舞台, 在广州打球非常舒服,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将会带给球迷更多惊喜,恒大中锦赛塑造体育名成亮丽名片恒大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连续三届成功举办,是中国目前级别最高,阵容最强,奖金最丰厚,影响最广的斯诺克国际A级赛,赛事水准和运营水平 以及全世界级,成为职业斯诺克巡回赛中最大型和最负盛名的赛事之一,也为广州制作体育名称贡献的一张亮丽的新名片,广获各邦赞誉,国家体育总局小球中心主任,当委书记陈寅表认为, 世界斯诺克中国锦标赛对中国和世界台球运动的普及和推广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对塑造城市品牌形象,促进全民健身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也带来积极的推动,世界职业斯诺克协会主席负责,声对赛事和承拔过恒大集团机率高度评价,像恒大中国锦标赛这样的伟大赛事需要伟大合作,伙伴,我们诚挚感谢赛事, 的冠名赞助商,与主要合作伙伴恒大集团,期待彼此长期而成功的合作关系,连续三期参赛,2016年夺冠,2018年获得亚军,与恒大中锦赛颇有缘分的苏格兰名将约翰西金斯,为这项中国发展最为鲜盟的世界,丙吉斯诺克赛事竖起了大拇指,从来没有哪一项赛事,像恒大中锦赛这样发展这么迅速, 竞技水平和运营水准,这么快就达到了世界级,临续三届比赛让我看到恒大对体育的投入和热情,在广州我还有机会在现场为恒大足球队加油,非常开心,明年我还会来广州。